深入人心男团团面,高天鹤考试作弊发文道歉,天天兄弟五人变回四人。 昨晚播出的天天向上,有网友发现关于高天鹤的镜头全被剪掉了,个人广告语也没有了。 前有同卓高考将网戒身身份改为硬戒身,后有高天鹤镜头被剪,很多吃瓜群众都在疑惑。 高天鹤平时在节目中也不抢风投,为人努力录人员也不差,这纠结发生了什么事? 6月29日下午,湖南广电总局发布通告,称高天鹤主持人考试笔试作弊,惊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,取消高天鹤2019年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成绩。 随后,高天鹤发长文道歉,称自己这一年在勤勤同努力在业务上不断打磨提高,希望再一次通过真材实学赢得证书来弥补去年的错误。 天天向上虽然没有发布解约声明,但昨晚播出的节目已经删掉了所有带有高天鹤的镜头,官博发布的节目宣传也没有提到到高天鹤,原本天天兄弟已经凑齐成五人。 这次高天鹤考试作弊被发现后,五人主持团又变成了四人。